中国书法 它就像一首乐器 就像一个乐章 就像一个河流 它从起源过程 然后最后收拾 它是带有生命的 书法其实它最重表现 最基本元素是根线 一根线它是简单的 但是如果这个艺术形式 到了成熟了以后 它就是丰富的 它就是多彩的 线有粗的线 也有细的线 木呢它有浓的木 它有淡的木 中国历史悠久 对书法来说每个时期都有 最具代表性的不同的表现形式 还有争吵力转 有十古文 就是小传 大传 十古文 然后经文 比如说李鸿章有副对脸 这个主要是凯书 或者说形凯这样的形式 它是很规整的 也比较容易认的 张军是中国明代 初期的一个书法家写的作品 就是很典型的它是草书 那么这幅手杂功夫天 这个就比较典型 是形凯 中国传统艺术 尤其是书法或者绘画作品 它有几个钥匙 所谓真 金 心 所谓真的话就是作品要真 金的话就是作品写的比较精湛 所谓心的话就是保存状态 这件功夫天从这个三要所 我觉得是完全具备了 除此以外它还有流传有序 收藏家对这个作品的评价顺高 类似都有记载 这个功夫天它仅仅九个字 作者的落款或者签名 一上来就是书诗 然后是井 奉别 功夫 奉义 井就是对对方的尊重 奉别就是告别 功夫的话就是对方的名字 其实功夫是北宋很有名的诗人 当时对他有战役 说他是李白转世 奉义的话就对方在北宋时候有职位 这个九个字全部完整了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很难门可贵的 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书中坡的作品 几幅都是在博物馆 我从小喜欢中国书画 随着对书画慢慢认识提高 我越来越觉得书法尤其是 精湛 深刻 抽象 简单的形式 表现丰富的情感 学无止境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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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